I work hard every motherfuckin 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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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I work hard, I work hard every day,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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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廣告署名 Simon Leplater 的文章首先写到 每個人心中 ne1的一個問題是,在農曆新年假期開始前四天,已經發出了有關 新型武汉冠状病毒危险的警报 而在23号决定封城 这期间有多少 武汉人已经离开了武汉这座城市呢 武汉市市长于1月26日星期日 就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是500万 500万人可能将病毒带到中 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整个全中国 面对病例数量的激增 人们已经从担心变成精神疯狂了 文章写道 在刚过去的周末 病毒造成的人员病亡数字 从688例确诊病例15例死亡 一下子增加到僵 近2800例确诊病例和80例死亡 死亡率则大致保持稳定 约为 3% 远低于2003年导致10%的死亡率的SARS 但是这种新的 冠状病毒也更加难以检测 SARS症状在几天内就出现了 并且可以迅速让人死亡 可这种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平均为12天 而且 国家卫生委员会的负责人 在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在潜伏期期间 患者也有可能感染其他人 这样 中国开始修筑路障 在无序混乱的状态中 每个地方政府都竭尽所能 采取措施来保护自己免受病毒的侵害 武汉是首府的湖北 整个省都处于隔离的状态 断绝与外界的交通运输 减少道路通行 甚至在某些城市 例如在武汉 甚至禁止在城内有私家车的通行 仅仅允许注册的志愿者开车 将患者运送到医院 或运送食物 这些城市简直就成了鬼城 在武汉 第一天的恐慌过后 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成千上万的人 涌向医院检查他们的症状是新型 的冠状病毒呢 还是简单的流感 一些商店因担心货物短缺而被居民抢 够一空 不过据说 大多数超市都已经进行了捕获 离开武汉的50 零万武汉居民和曾经在武汉 逗留过的人被要求 向中国共产党的居委会 去报告 那些自己不这样做的人在全国范围内受到搜寻 在世界报 发表的专栏中 纪录片导演武汉人艾晓明遗憾地表示说 武汉人 已经成为流动的病毒了 文章认为 中国警察建立的密切监视网络 使追踪封城之前离开武汉或在武汉逗留过的五百万人成为可能 警 方根据武汉居民的身份证 车牌或邻居的举报联系他们 有些人的个人数据已在网络上发布 在上海 从武汉回去的路透社记者Dave B.Stanway报道说 身穿防护服和防毒灭具的男子探视了他 并给了他隔离14天的隔离令 穿防护服的护士会定期给他进行体温 测量 文章还写道 在湖北省以外的地方 各城市都为了保护自己而 采取封锁措施 在上海 企业的年假已延长至2月9日 学校的寒假 已延长至2月17日 其他的一些大城市则正在采取其他的不太彻底 的措施 如北京 上海 天津和其他一些城市已暂停长途巴士服务 但火车和飞机仍在运营 一些地方似乎发了烧 如位于武汉以南十一 零公里处的广东省汕头市 周日早上宣布该市将禁止所有外部车辆 通行 稍后再撤回决定 在一些村庄 道路被成堆的土或路障所切断 文章指出 面对恐慌 中央政府希望重新获得控制权 李克强总理 周一在武汉拜访了医护人员和病人 文章也指出 到目前为止 大多 数批评都针对地方当局 许多网上呼吁武汉市和湖北省官员辞职 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